他还可以选计算吧 然后有个备注 比如说这礼拜人有人他是回民 他不吃猪肉 OK 那么 待会儿你稍微给我讲一下 这个计算流程是怎么计算的 算吗 你们系统的事怎么会问我呀 我们只是给你实现软件的 真正的 你比方要给你500块钱 就好像你们办婚宴一样 他说给我们做一个800块钱婚宴 你们肯定是有几个选择的 是这样子的 好 选择菜单 二次修改 这应该叫做 计算菜单列表 然后应该还有一个显示菜单列表 显示的这个菜单列表信息跟前面那个是一样的吗 对 显示的这个菜单的菜品信息跟前面是一样的 好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去选择 修改的时候 它是修改什么内容 你算出来的 比如说有某道菜他不喜欢 他删了 就删某一道菜 删除某就是 这那其实可以直接换成另一道菜吗 实现起来 操作过程 客户可能会觉得非常复杂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修改 其实就是删除 OK 就删除某些菜品 好 确认点单 然后最后的这个点单的形成 它的这个点单信息 也是跟之前一样的 对吧 好 那么好 现在我来给给你看一下 我们结合这个图来给你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 用户在先去设置选择条件 那么包括钱人数口网和备注 然后我们系统会自动的计算 我们的这个菜单列表 可能会弹出好几个菜单 好几个菜单之后 显示出来 然后由我们的客户进行 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 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么 选择了之后 它还可以进行二次修改 就是删除某些菜品 最后确认点单和提交 是这样子 对吧 好 那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 我就先沟通到这 我回去再整理一下 谢谢 好 那么我又回到家了 回到家过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回到家之后 我发现有点乱 怎么个乱法呢 因为 第一 没有编号命名 第二 没有资源 没有资源 所以我们现在 主要是要把资源 给它整理一下 编号 我们最后统一来编号 这个资源的话 我们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sauce sauce里面 我会建一个叫actor 再建一个 actor 就是有哪些操作者 然后我再建一个 叫对象 object 然后我把这些对象 给它放下来 哎呀 这个软件不好用 再看吧 只要我鼠标没滚轴 这个地方要用滚轴把拉下来 这个地方要用滚轴 然后在这里 我又划分了一下 比方说 我认为 这里面可能 可能最像 这个菜品对象 这个对象 可能还会再衍生出 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界面对象 有些是界面对象 所以我再整理一下 我再加一个view 我在这里再建一个对象 根据我当时了解到的需求 可能就是什么呢 菜品 显示对象 这样子来讲 可能是他的一个子机 或者什么的 那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好 这样子整理的话 我看了一下 相对要清晰一些 非功能性的 功能性的 好 那么明天 我 我又再去问 再去问 我就会了解一下 什么呢 我还是在了解我们的第三个步骤 还是我们的第三步 就是西滑的过程 我又来了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在计算菜单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计算 因为这个过程 我认为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能不能给我稍微给我讲一下 补助点菜的计算流程 很简单说一下吗 两个原则吧 一个是 那个菜品的个数 另外一个就是 你那个分数的搭配 就是在它那个前置条件之下 你再 等着这两个原则 去做计算 那我换一个 换一个图 换成这个 Activity 实际上 我不知道 我不是说对不对 如果不对 你补充 也就是说 客户选择了 选择了 菜价标准 标准 那么 选择了菜价标准之后 我们就会干嘛呢 就会 根据价格区间 去找 我们的 套餐 应该叫什么 套餐方案 是这样吧 比方说 我们 举个例子 如果客户 他选了一个700的 我们正好有一个800到1000的 你还得把那个 他的人数也 作为一个考虑啊 你不可问 人家就两个人 你给人家点个1000的套餐 OK 对吧 好 那也要考虑人数 对吧 设定人数 所以我们要基于价格和人数来考虑 还有那个口味 那我们怎么去考虑呢 比如说人家选的 不爱吃辣 你给人家算出一堆辣的 那他就不干了 你那个菜品信息里边 应该有一些字段 他有什么辣不辣 甜啊 什么 咸啊 之类的 是吧 嗯 口味 嗯 去 根据条件 计算 那么根据条件计算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 他们有没有什么优先级 嗯 标准和人数 应该比口味优先吧 参加标准 比方先 你不能操了标来 你不能五个人 给人家上两道菜 这头有几种方式啊 按照我的经验来说 一种 是我们已经有了几套菜系 就设定了几个套餐 比方有八百的 有五百的 比方八百两个 五百两个 一千两个 那 根据他这样的方式 到我们那个套餐库里面去比对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 就是 如果你要说 OK 我们有一个菜谱 这个菜谱里头一百一道菜 那么 这一百一道菜 它最后 实际上是 给你一个价格 你就从这一百一道菜里头 就去找 那这个实际上是 有问题的 除非你要告诉我 除非你要告诉我 很详细的规则 比方说 它会 你会有一个规则 就什么呢 五荤 三素 两汤 就这样有一个规则 有这个规则 刚才说了吗 你要考虑到荤素搭配合理 然后那个 那个菜品 那我们有哪些规则呢 这个就要给我细滑了 但我们做不出来呀 这个 比如说 那个四个人 你就 差不多 五六个菜 然后三荤 两树 什么的 我不是做餐馆的 我没有 好 这个 大概就这意思吧 是吧 嗯 好 那这儿纠结了 直接就是根据条件计算吧 就过了 好吧 那根据条件计算 然后根据条件计算了之后 我们可能还会 还会有一个在此 就是 有一个 对匹配结果的筛选 如果他们没有相对的这样一个优先关系的话 我们就认为它是同步的 这三个条件都要满足 一不小心就会画歪 嗯 这怎么有一条虚线 嗯 刷到 这看下是不是没对齐 稍微有一点没对齐 都恼火 嗯 这个工具真不怎么样 靠棒子做 诶 你有盘过学说吗 呵呵 没有 计算 自动计算 菜单流程 OK OK 好 这图画比较丑啊 大家实际画 肯定比我这个画得好 好 那么至此的话 我基本上就了解清楚了 你能不能把这个点菜的 那 我这个该准 那我回去整理一下 那我们顺便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具体的界面 都简单的描述一下呢 你有没有想好的这样一个界面 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就拿点菜这个来说 我们先说常规点菜吧 嗯 那我把它 这个时候我要给它进行个编号 功能需求 下面有移动点菜 客户端 比方说我给它起一个 太不方便 Y001 给它个Y002 Y001-1 常规点菜 OK OK 就拿我们这个常规点菜来说 能不能给我说一下 它说界面怎么画呢 首先你进去是一个列表 然后列表上面就有菜名 有一个小图 有一个价格 就行了 OK 这是手机上面的 那我们来做一个比方 这是我们进去过的列表 是吧 嗯 Manuel list 上面应该是 有一个 就是这样子 直接给它列下来吗 直接给它们 都列下来吗 还是 OK 好 那我就直接给它列下来 应该首先 每一块的话 应该是一个列表的形式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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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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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每一项 其他的我就省略掉 这的话 作为一个菜品而言 首先是有一个图片 对吧 放在哪呢 放在左边 左边 多大 我喜欢的是那种 List of View那种小火 一条一条 手机上面 这就是List of View 我只表现一像就行了 它那个图是应该把一条车满的 然后那个文字也 把一条车满 你是这个意思 对 你是这样吧 一条不用那么快 然后那个 后面那个就是菜名嘛 菜名后面就是价格嘛 然后他们都差不多快嘛 Manual Name 那个菜的名 它是全部都放在右边了 它多大 还是 反正就右边只放它 是吧 我就先给它摆上 还有一个价格 不放下面吗 还是放 也是放右边了 就这样子 图应该叫它们一样宽 什么意思 图跟那个字是一样宽 一样高 上下 对齐 这跟图一样高 那就把这个字拉高 你把图缩小 那我刚才缩小了 这样 这样 我们先给它摆上吧 回去我们还有美工给你设计的 这样子 好